追女生幽默的聊天技巧 让你人见人爱 女孩子呢 一般都喜欢幽默的男生 因为呢 和他们聊天就很愉快 会让原本枯燥的生活 变得更加的有趣 所以说 怎么样才能成为女生心目中 那个高情商幽默的男生呢 今天呢 韩尔就为大家带来了 追女孩幽默的聊天技巧 建议点赞收藏 因为全程都是干货哟 第一 故意曲解女生的意思 当女生说的一些话 你不好直接回答的时候 就可以将她话中的关键词 进行曲解 故左右而言她 给女生一种呢 出其不意的幽默效果 比如说 女生说 困了 睡觉吧 你就可以回复她 我们还不熟 你竟敢提出这么大胆的要求 第二 对女生进行适当的调侃 很多男生呢 不敢调侃女生 因为怕她会生气 怕她不高兴 其实聊天聊的是什么 就是情绪啊 适当的调侃 不仅能够让气氛活跃 而且呢 还能让女生 对你印象深刻 比如说 女生说 我还只是个孩子呀 你可以这样回答 从身材看呢 确实是 第三 故意将回答夸张话 当你遇到女生的刁难 又无法反驳的时候 千万不要硬着头鼻去解释 这样呢 只会越描越黑 这时候呢 你就顺着女生的思路 去回答她的问题 不过呢 在回答问题的时候 你可以将答案夸张化 比如说 女生说 你好像是个渣男 你说 那你可说错了 他们都说我是海王 再或者 女生说 我觉得你挺花心的 你可以回答 这句话呀 我前99个前女友 都这么说过 第四 利用发散思维 制造幽默 发散性思维呢 顾名思义 就是利用女生的关键词 进行发散性思维 给女生呢 意想不到的答案 举个例子啊 女生和你说 你好 你可以回复她 这是我第一次 被美女搭讪 再比如说 女生说 你脸可真大 你就可以回复她呀 我只是面子大而已 第五 利用逆向思维 制造幽默感 所以什么是逆向思维呢 就是反着 去回答女生的问题 以此呢 制造出幽默的反差效果 举个例子啊 女生说 你怎么那么黑呀 你可以回答她呀 因为我不是一个 肤浅的人呀 再比如女生说 你没有男子气感 你可以告诉她 但是我很有男人味啊 不信你闻 其实啊 更多的方法 都在这本高清商 聊天书中就能学到 这本书呢 通俗易懂 很多实际的案例呢 都用漫画的形式表现出来 而且呢 只要九块九 就可以包邮到家 建议你们呢 也去看看吧